女郎共舞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下面有请本期第一位男嘉宾 一眼定万年 知识咸香甜 酸奶就喝 找知识吧 各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好 我叫李坤峰 来自上海 今年23岁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这是今天的第一款盲盒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女生 可以早上起早一点 跟我逛早晨的菜市场 我觉得她也是想多了 现在有多少女生 能早上起那么早 还要逛菜场呢 对啊 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 是和丈母娘一块去 倒是有可能 你看这个大姐可惜的是吧 我们先要明确一下 您认为的早起有多早 那算早起 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夏天太阳5点钟就出来了 其实夏天如果说太阳出来的早 然后能感受一下这个凉爽的早晨 其实也挺好的 7号 男嘉宾 你好 就逛菜市场的男生还挺少见的 那我瞅瞅你大葱多少钱一斤 就是我逛菜市场 不一定是买东西 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可能会买一些 比如说就是健身类的东西 在菜场买健身的东西 对 老板给我来两个哑铃 就是那种什么鸡胸肉 然后鸡蛋之类的 就是对这样 太巧了 鸡胸肉多少钱一斤 就反正一盒的话 大概就是六七块钱左右 对 19号 那男嘉宾你会做饭吗 就是简单的一些饭菜还是可以的 就是可能到达不了那么高深 对 因为我的话也是希望说 找一个对方可以做饭的 然后一起去逛菜场 就是做什么都一起做 就我会觉得比较有情调那种感觉 我发现所有的年轻人 在结婚之前都向往过 恩恩爱爱的一块起来去逛菜场 回到家一块在厨房里边 摘菜 切菜 等到你们结婚的时候 就知道年轻有的时候还是很幼稚的 24号 大家好 我是24号唐蕊 我25岁 然后身高是1米79 那么我是去年的新思路超模大赛 重庆区的冠军 然后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现在的话自己经营了一家火锅店 然后我想问男嘉宾就是 你希望跟未来的女朋友一起逛早晨的菜市场 那么我的话是经常要逛凌晨的菜市场 因为凌晨的菜市场的那个牛的毛肚 是才从那个杀牛场出来的 特别新鲜 那么你会愿意陪女朋友去进货吗 这个很刺激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好的 好的 好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生就是乱攀比 对 你不希望她攀比哪些事 你举几个例子 就是物质上类的 对 哦 宋芳瑞 你好 男嘉宾 我还是会在意就是比如说细节上那种攀比 就比如说那个欧规蜜鞋带开了 男朋友蹲下来系个鞋带 就是说你如果说提到这个问题了 那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我肯定是做得就很不足嘛 但是这种我是愿意去改变的 对 你说到的这个场景啊 我就在想 几个人在一块 一个女孩跟她的男朋友 我和我的女朋友走到街上 闺蜜的鞋带开了 她男朋友哄上去帮她系鞋带 这个时候我女朋友看到 你看看人家 我应该怎么做呢 她鞋带没开啊 这个事也挺难整的 陈铭你在这方面有经验你说 我会首先观察我老婆的表情 比如说平时我没有这个习惯 但是身边她闺蜜的男朋友 马上有了这个习惯 我的第一反应啊 我就马上要买四杯奶茶 一人一杯 我觉得挺好的 学到了 学到了 我听完陈铭说这个话 我跟你说 我有一口气在心里 我就咽不下去 我说出来你们不要鄙视我 我这口气真咽不下去 我好好地逛着街 这个男的我可能都不认识 这两个人谈恋爱 这个男的给他女朋友系了鞋带 我花钱买四杯奶茶 我不是舍不得啊 我不是小夕啊 四杯的没事 我为什么我告诉你 他要系鞋带 我买四杯奶茶 凭什么给他们喝 小蜜蜜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像有时候女生吧 她的攀比只是口头上的 那你可以接受这样 口头上的这种攀比吗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吐槽 你可以对别人吐槽 你不要对我吐槽 我觉得凡事得有个度 所以你看你刚才那句话 就搞得都想灭灯了 就你找别人吐槽去吧 但你是我男朋友呀 你是我男朋友呀 最后这句话听到你还蛮甜的 来 看第一条片子 23岁的我是什么样子 尝试过不同的职业 去过不同的城市生活 想到的事情就立刻去做 我是李坤峰 一个敢想敢做的行动派 之前我和朋友都有创业的想法 一年之后 我在上海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还兼顾少儿模特培训 而那个朋友还停留在计划阶段 年轻人想法都很正常 但是关键也要有行动 不可以只做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第一次走踢台 第一次说脱口秀 第一次经历三天两夜的徒步 第一次上《非诚勿扰》 每一个第一次都让我更加自信 生活中花钱从不大手大脚 出门能走路就不坐车 吃饭尽量使用优惠买单 对方需要报销的发票 也会要求先付好邮费 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 要节约要有自己的积蓄 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刷剧打游戏 放松时一心两用的我 一定会在恋爱时一心一意 与你一起享受爱情的美好 邱静怡 男嘉宾 你好 你就是会一边追剧 一边打游戏 我有点问题 就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游戏也打不好 然后剧也没有追好吗 不会 不会 因为我看剧的话 如果是那种电影非常好看的 我就会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但是如果是那种 没什么太好玩的话 我就会一边打游戏 我看电影是有 特别有那种神圣感的 中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一秒钟我都不会耽误的 五秒钟回来 我要把刚才的部分倒过来看 任何一帧画面 我都不会错过的 反正一心可以二用 它说明两件事 第一 这个人的脑子的分布很厉害 还有一心可以挤用的 这几件事对它都不重要 是的 脑科学从原理上来讲 是不可能做到一心二用的 我们所有的一心二用 都是快速切换 人的脑袋是个CPU 中间有一个处理核心 一次是放一件事在里面 然后切出来 再换一件事放进去 其实是效率损耗的 但为什么有的时候 人可以这么用 是因为我们把其中一件事 调成了自动化处理 所以看起来是一心多用 其实你的一心 在同意的当位时间 还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只有另一件事太不重要 以至于你把它边缘化了 11号 我也想分享一些一心多用的事情 就比如说每天早上 为了节省通勤时间的话 我就会在包包里放一杯 菌乐宝掌芝士了芝士酸奶 然后营养又美味 可以边听歌边喝酸奶 而且还不想走路 简直是一心三用 刚才片子里边说了一个 关于浪费时间的事 大家来谈一下 你们觉得浪不浪费时间的 界定标准是什么 21号 大家好 我是21号 伪装成东北的南京人 现在是一名品牌策划师 我觉得浪费时间 对于排队买奶茶 或者餐饮排队的那种事情 我有一点点不能接受 那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排队 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呢 比如说那样东西 所以我真的很想得到 并且能给我带来实际性价值 你看这个就不讲理了 你觉得买奶茶 你排队你觉得不值得 因为奶茶对你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对有些女孩来说 奶茶太重要了 她每天活着 如果没有奶茶 奶茶 薰薰水 对啊 8号 大家好 我是8号女嘉宾 来自武汉 但是我是一个内蒙人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刚刚有说到 你不希望浪费时间 但是你能走的时候 绝对不会打车 那如果我们两个 一起出去玩的话 如果说这个距离不远不近 但是你选择了走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把时间 浪费在路上呢 第一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觉得比较累 然后想去打车 那没关系 就是你不要因为这点事情 而心情不好 对吧 第二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吧 对吧 就是有一个就是调整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 看待这个浪费的标准 差别是比较大的 因为男生有的时候 会目标导向 然后效率优先 但女生呢 是感受优先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要学习的事情 都是不断地置换 双方都不断置换了之后 就从隔阂变成了体量 那个就互动就很良性了 看第二条片子 曾经的我在恋爱中 是个男小鬼 即便遇见互相有好感的女孩子 也会绕着走 感情中的不自信 让我错失了喜欢的女生 在后来的一段感情中 我试着让自己勇敢起来 2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是在感情中 属于那种 一生气比较容易上头 然后就说分手 然后之后再等你冷静了 你再去找人家复合 是吗 我之前是这样的 对 然后现在我也发现了 自己有这个问题 所以也在去努力的去改变 想法是对的 好好加油 有一种复合叫破镜重圆 有一种叫重蹈覆辙 你们各位女生当中 有没有和男朋友分手之后 又复合的有过吗 一半多 你们复合了之后 觉得是破镜重圆 感觉多呢 还是重蹈覆辙的多呢 感觉重蹈覆辙 来 13号 我觉得大部分 应该是重蹈覆辙吧 就是感觉 要不然也不会上这来了 对 比如说你之前觉得她性格不好 不爱跟你说话 不爱跟你交流 不爱跟你沟通 你跟她复合以后 她依然不爱跟你交流 不爱跟你沟通 就好就好 那么一个礼拜 杨宇大 我觉得也谈不上是破镜重圆 但是我们是在一起半年之后 分开了半年 然后又在一起了四年多 当时分手的原因是 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地方分开了 就是不能经常见面了 就是那种 因为外界因素分手的 但是两个人感情还是不错的 是 其实有的时候外界因素 会激发内在的很多调节力量 对 你说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年轻人刚谈恋爱 给父母一反对 本来两个人没那么好的 父母一反对 感情迅速升温 是 所以做父母的时候 少反对小孩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两个人本身 情感有点问题的时候分手了 然后又觉得有点舍不得 又在一起了 但是原来的那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而不是一方的妥协 应该是两方面都因为此 而愿意做出改变 那有可能会迫近重远 如果说只是一方面的妥协 又在一起 结果还是重蹈覆辙 你说的那个女生对你说的话 你觉得特别伤你的话是 她并不是有多喜欢你 只是觉得你人挺好的 对对对 类似你们觉得被伤害到的话 有哪些 21号 我那个算是我之前暗恋的吧 我刚想表白 她说我觉得我根本配不上你 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应该好好学习 学英语来充实自己 之后再来找你做女朋友 结果当天晚上她就跟别的女生出去了 出去学英语去 出去学英语去 出去学英语 对对对 女生英语特别好 邱晋怡 我有一个挺喜欢的男生 然后我有想跟大家说 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 你是那种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相处时间长一点 我会喜欢上你的 但是我现在又不想跟你谈恋爱 我觉得这一直是一个 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课题 就是如何体面地说分手 陈铭比较有经验 你告诉我们 怎么说分手的时候 自己和对方 都保全一下大家的颜面 只能说问到我盲区了 我只能站在纯理论的角度 就是最简短而真诚地说 就不喜欢就不喜欢 你还是跟人讲 喜欢就喜欢 喜欢到什么程度也跟人讲 说得特别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刘灯的 6号 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莉 然后今年26岁 然后是来自镇江泰州的 现居杭州 当时你的问题我一直抢 我永远都抢不到 我其实还蛮喜欢男嘉宾的 都是个奇怪的 够燈吧 好 好 十八 这是我看见爆灯爆的最晚的 你早点爆灯 我早就叫你了 因为我是默默地喜欢 我是属于在感情里面 比较被动 不怎么会表达 但是我很喜欢的话 我就好心动 但我要告诉你 当时你的问题我一直抢 我永远都抢不到 就包括你刚才问的一些问题 我都好想回答你 你说我想要找一个包容你的女孩子 我觉得我可以包容你 然后你想要天天在一起 我也可以 哪怕我是在很久 我都可以天天去上海 我都好喜欢你 都好喜欢你 我爱的不可思议 这世纪的命迹 不要给你 其实我爱的是你 是你 我都被感染到了 我真的好喜欢 但是你呢 那你的话会怎么去对待这个感情 然后就是你说 那个人对你说很伤人的话是 没有那么喜欢 那我那么喜欢你的话 你会很伤我吗 对 这肯定不会对 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你对他好 他肯定也会对你好 来 我们看一下智推 李坤峰的智推女生是 冥冥之中就是你 幸福未来皆可惜 酸菜就喝长知识了 请揭智推女生 冯坤阳 冯坤阳 男生儒雅 绅士热情 有活力 做事有主见 心思细腻 具有浪漫主义情怀 有爱心 是一个情感丰富的男孩子 女生 温暖 善良 开朗 活泼 有上进心 且不服输 两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一致 都是热爱生活 而且有仪式感的人 能够融入彼此的社交圈子 是高度契合的甜蜜情侣 供你们俩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你们一般娱乐都做些什么东西 来 李莉 我的话可能就是 追追综艺啊 看看剧啊 看看《非诚勿扰》 我很喜欢看 终止粉丝 7号 我会在家做做饭 然后在窗边看书 看一会儿书 看一会儿路人 有这种习惯的一般是猫 那个李莉 你还有点时间 你可以对她说什么 我的话因为是姐姐嘛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包容你 但我也希望你能包容姐姐的那种小脾气 我是属于比较爱发 就是小脾气的那种爱撒娇 希望你能注意到我 就不希望你就是 你把偏爱 宠爱留给别人 就这样 我叫李坤峰 我喜欢 帮我登吧 好 好 帮我登了 你说 我想要找一个包容你的女孩子 我觉得我可以包容你 然后你想要天天在一起 我也可以 然后我都好喜欢你 我都好喜欢你 我都好喜欢你 哇 你有三个选择 你可以和6号牵手 如果选择7号 有可能没拒绝 你自己走 也可以不选择 你的决定是 6号 6号 给她走 6号 多训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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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高中春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高中春蛋糕 好吃不上火 好 牵手一起走 胃儿喝一口 胃儿就喝长知识啦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俊乐宝 掌知识了知识酸奶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掌知识了承包 你们一整年的酸奶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舞龙马奔腾 我对男嘉宾的出印象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男孩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又有野心 而且他又能力很棒 突然感觉 我为什么不为他包个灯呢 我要为他呐喊 然后我觉得你很优秀 你是最棒的 然后就按了 就觉得他很优秀 好演播 六号为我暴动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最后选择他是因为 他说话的时候也真的非常的真诚 就是而且人也很漂亮 对 我后面的话很想要男嘉宾一起去旅行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我觉得咱们说走就走 好喜欢 可以 好 好